中国大陆当然现在目前呢 在努力的积极追求发展 那你看到这个华春莹 身为外交部副部长的他 那么他呢其实 在这个发这个Ex的 这个平台上的推文当中呢 看到他其实里面有 告诉大家 尤其是在这个十一长假期间 让大家来看看 中国大陆的这个变化 是非常之大的 从1949年再到如今的2024年 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那但是呢在这个里面 他列举了非常多 举例来说在交通建设 在科技方面 还有甚至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都是什么 都是跟以往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么尤其像阳明 我们看到举例来说 他里面呢就有列举了 过去是坐普通列车 但是现在有这么多的动车 有这么多的高铁 甚至你看到央视报导 在10月1号 全国铁路发送的旅客 已达2144.8万人次 这是创下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 那么呢 再来以太空的成就而言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中国航太史当然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但到了2024年如今 在今年我们看到呢 最让人感到振奋的莫过于嫦娥6号 他取回月软 连美国都好想要 那当然更不用说的 就是在最近我们看到 华为推出三折叠的手机 这也是全球第一支 而另外还有包括 黑神话悟空的这个游戏 更是呢 让大家认识到了 原来现在中国大陆自制自产的游戏 也可以做出这样 让外国的媒体赞叹的高水准 来杨明 所以呢 当然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那就想要凸显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进步嘛 当然这个就如同 这个他们的这个 毛泽东先生 就是中国的人民站起来了 这一句话啦 他想要营造出来 就是从1949年 他们建国到现在 整个国家强富强起来嘛 那当然我觉得 在这里面 其实华春莹 这个副部长 次长 他在这个 这个对比里面 他也不必会去谈新疆跟香港 也是 他其实这个某种程度 是就是中国大陆 他们在展现他的自信 自信 什么叫自信 就是说 国际上对于中国大陆 很多都讲 香港 这个什么改变了 什么香港的一些过去 这个经贸的这个优势 然后说什么变成是 中国大陆职业来管控 然后说在新疆 说什么 什么有这个人权的问题 等等的 可是他在里面就是把它讲 就是把它列出来 那当然 当然我说这个是不同的角度 去看这个世界 但比如说 我们就讲刚刚提到的 这个黑神话悟空 这个事情 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确实是一个比较 因为过去 中国大陆在这种所谓的 电玩 尤其是这种所谓的 3A大作的这个领域里面 是不太 在国际上不会被肯定的 没有那种 就是一听到什么游戏 听到就是中国大陆 没有 过去是没有的 那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一套游戏 确实是让很多 尤其是外国的玩家 甚至连马斯克 他都是肯定的 对 那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成就 不仅限于 因为你知道 如果今天是内部的 硬体建设 比如说基础建设 硬体建设 比如说这种所谓 经济发展 那个都是国内人民 也许会有感 而且这个在 就所谓的 比较集权的国家 他们在建设方面 是可以很快速的 我必须讲 这个所谓的行政效率 这一直都是中国大陆 建国以来的优势 尤其他们在这个 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在做这种所谓的 那个地方的基层建设 很多 我讲 以前很多人讲 以前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小学都是在讲说 什么中国大陆的人民 很辛苦 什么吃树根 什么什么的 结果很多 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他们后来到了三四十岁 到了中国大陆去 看了一下 发现 哇 他们每个 尤其是一线城市的 那个发展 是非常超乎他们的想象 那当然这就是 中国大陆在近代 崛起 这个变成大国崛起的 一个过程 因为从 这个过去 他们其实是比较 老实说必须讲 是蛮辛苦的 尤其在巴黎年代以前 中国大陆人民 历经过很多的 这个苦难也好 或说 这个心酸血液 但是现在他们就变成说 我在国际舞台上 能够有一席之地 那当然我必须讲 我们在台湾 看中国大陆 我觉得我们 以前是中国大陆 看台湾是 一个富强的宝岛 可是我们现在 慢慢的 在很多地方 尤其 其实我觉得最感叹的 就是说尤其在这种所谓的 市场面化的议题 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 好莱坞的电影 现在都有一堆都是 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影工 在投资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距 确实是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距 那当今天 他这个文化产业 其实发展进度非常快 经济实力 进入到全球去之后 那他的影响力 就会无远弗戒 他就不只是 中国大陆的人民 感受到 感受到这个力量 是连国际上会讲 奇怪 为什么漫威要出一个 黄皮肤 东方脸孔的英雄 慢慢的 像这样的一个主题 出现的时候 因为你有市场 关键就来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 全世界所有商业 其实不可以忽略的 比如说NBA 是不是也想要这个市场 美国大联盟 是不是也想要进 他想要进到这个市场 那他得要 做什么样 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这个商业对接 就来了之后 慢慢的 彼此 他这个所谓的 过去 其实比较强调的是 那种 生活的提升 接下来就是 品质的提升 以前只是 赚到更多的钱 接下来又 除了有钱 你看 像黑色换 悟空 不贵啊 一个游戏不贵啊 不是有不有钱的问题 是玩 他的心灵层次 然后呢 很多人都说 原来孙悟空 西游记 在中国大陆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 他们叫IP 这个内容的产业 才是中国大陆 那个叫 文化底蕴 能够发展出来的 我想 这一块 其实中国大陆 确实在 近年 慢慢的去发挥出来 那当然 他还有很多挑战 尤其 现在国际上 有一种叫做 围堵中国大陆的 一个策略 而这个 华春莹女士 他发这样子 其实某种程度 一方面是 就所谓的宣扬国威 那二方面 当然他也就是在强调 即便你有挑战 即便外来的 有一些 我们不会害怕 我讲 那个是要自信的展现 从18个面向呢 其实看到 这个华春莹副部长 他在这个推文当中 他做了一些对照 让大家看到 现在的中国 不一样了 这就是 大家所谓的 新中国吗 而且在这个 刚才这个杨明 也确实有注意到 不仅是新疆 还包括在香港的部分 那现在香港 力求发展 我今天看到 这个港股又在涨了 涨疯了啊 我的天哪 然后外资 现在就是好像很怕 手上没有港股的持股一样 好 不过另外呢 这个要请教一下 老师 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非洲国家 现在目前 他不是只有非洲吧 现在是怎么看中国的呢 那王毅又用 这样子的说法 说我们不会忘记 你们这些非洲的伙伴们 是当初怎么把中国 抬进联合国 哇 那这样子一番话 那么是不是会引起 让更多的非洲国家 大家呢 更是跟中方 加强团结合作 而其他的发展中的国家 可能也会用这样的眼光 来看待中国 老师 第一个 我觉得就是 以前 当大陆是一个 这个出口导向 真的是制造业 很发达的时候 那大部分的国家 包括欧美国家 都认为 大陆就是在搞这些 制造业 这种外出口 经济是这样 没有觉得说 大陆会是一个 在外交 在政治体制上面 都会成为美国 那么大的一个挑战 1989年 当这个 1991年 当这个前苏联 垮台的时候 你知道 前苏联一共 活了多久 74岁 大陆现在75岁 所以 那个时候 我最记得 有人就认为说 中国大陆的体制 也撑不过 像苏联那么久 那个时候 有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现在看起来 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所以 这个绝对是一个 这个西方国家 很大的挑战 那用各种的理由 包括我们前一阵子 常常提到说 产能过剩 那美国一个 经济学校讲得最好 他说你根本就应该承认 他的竞争力很强 然后就 不要每天讲说 产能过剩 用这个来当理由 就是他今天 确实是一个 让美国西方社会 挑战很大的 那你如果你看 他的经济好了 他的经济现在 平均大概在成长 5%左右 那可是西方国家 包括G7 大概只有2 2 美国超过2% 大数 美国经济表现很好 大陆差不多不到5 差不多4.9 很差 那你说 有些可能那个数字 不是完全正确 可是这么多年 看下来 就是到2030年 大陆确实 当他人口在减少的时候 他那个GDP 会提高很多的 所以大陆经济上面 绝对是一个 这个科技竞争 都是挑战 但是更大的一个就是 你在第三世界 1989年 1991年 那个前数年 1989年 前数年 垮掉了之后 东欧慢慢变成民主国家 那时候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历史终结了 觉得说大家都要走这个 资本主义民主的体制 那没想到 那西方国家也觉得 非洲也好 第三世界 你们都跟着我走 结果今天大陆杀出一条 北京共事也好 或者说 不同的一个发展途径 而且还能够说服很多国家 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 现在最大挑战 就是你要在意识形态 跟外交上面要去挑战 那你是不是做得到 我想拜登最后 在下台之前还是去一趟非洲 稍微表达一下说 美国也关心非洲 可是说老实话 我真的我做非洲研究 美国在非洲 现在真的是 跟中国大陆比起来 大概真的竞争力是不够 今天最后呢 还是要有请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 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